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5月18号 明天5月19号我就要离开老家回德国去了 我现在来我父亲的墓地这里告别 因为明天要走了嘛 所以给他烧烧香 拿一点吃的东西来 也是我们农村的习惯 其实我今天说到这里有点点伤感 因为毕竟来到自己父亲 现在在阴间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 其实非常非常的风景非常的优美 风水应该是不错的 我们当时专门请了看地先生 也就是算八字的吧 他会看风水的 对应该算风水先生 他刚看过 这刚才是背景 背面不是背景 然后呢 我转一个180不是360啊 180度转 就是看着我们村的那个背景 大家看我以前的节目可能知道 就是这个背景啊 就是后面的山 对不对 我们这里呢 经常有的人在这里乱扔垃圾 所以呢 村干部啊 这里竖了一块牌 就是不给 或者号召大家 不要乱扔垃圾 其实我非常羡慕我父亲 他过世之后呢 能有这么好一个地盘 呃 就是这地点特别好 因为这一带特别安静 而且风景是无敌的 就是说他 每时每刻都可以看得见 这样的风景 我们这里的春天之后呢 我们这里的这种植物啊 它的长势特别的良好 特别快 你看这种藤子啊 叶子 我记得就是一个多月前 一个半月前吧啊 就是当时是清明节的时候 这里还没有什么叶子出来的 它冬天它就会枯萎 然后春天就风 风长啊 可以这样说 你看才一个半月 都变成这样了 这里呢 有一些这种野草啊 有一些什么花呀 蝴蝶在这里飞 这全部是田地啊 这周围三百六十度的 周围全部是田地 然后呢 我父亲的目的就是在这 因为我不想 不想过多展示我父亲的目的 目前还是个新的坟 以后看看 肯定要把它修好的 我们这里呢 农村的习惯就是 现在 不识心 就是兴奋就把它修好 还要看到时的风水到底好不好 是不是要做什么改变 然后再另做决定 反正把父亲安葬在这里 我们呢 应该是了绝了一个心愿吧 我母亲今后呢 也想百年归寿之后呢 也想在这里 因为这一代 是他亲自开墾出来的 当时啊 我们后面这里 我十几岁的时候 也来这里开墾过 就是荒地 就是用手啊 用锄头啊 真的是一下一下 把它开墾出来的 这里很多的 那个石头的 你看这 我的 你看 大家看得见吗 这里很多的石头 就是开墾出来的 这种土地 当时 是这种荒山野岭的 在这里 现在全部种了庄稼 种了果树了 好 这次呢 我跟大家 唠叨一点东西 大家关注我前面的视频 都知道 就是从这个月开始呢 我们请了一位 相对来说 我认为啊 我们家都认为 我们请的这个 全职的护理 比较好 是一位五十多岁的 我叫她大姐 一个妇女 就是在我们附近的 十几公里 算本地人吧 从语言来说 也没有什么问题 卓氏她在深圳干了十多年 做家政 一直呢 护理 以前是护理小孩 据她说 但是呢 她以前也护理过 她的母亲四年 她母亲过世之后呢 才到深圳去做家政的 她原来她母亲也是 瘫痪了 所以需要人照顾 就卧病在床 所以我们请到 这样一位阿姨之后呢 我们都感到比较满意 这也是为什么 我现在能够放心的 离开我母亲 然后返回德国去 而且我作为外籍人士啊 在我们中国 我们每次最多 可以待一百八十天 超过一百八十天就行了 我现在已经过来 差不多四个月了吧 还差一两天就四个月了 加上呢 不能长期呢 把那个家丢下 然后就跑到 我们中国这边来 所以还是要照顾一下 一下我们 德国的那个家庭 因为这个 家政人员全职的照顾 他比较 真的比较称职 而且特别勤快 有很多网友见我 按一个那个 叫什么摄像头 我还是没有做 因为我觉得 人与人之间啊 要有一定的信任 而且我们农村 我觉得我不相信啊 就是像网上说的 那么不堪 而且我哥 我两个哥 他们的家庭呢 都在 可以说在同一栋楼里面 每天都可以去看看 我母亲 所以我觉得 一般可能不会 出现网上说的那种情况吧 希望应该不会啊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是拒绝安装那个摄像头 我们付的价钱是本地很高的了 本地一般可能是三千多到三千五左右吧 这是正常的价格 但是我我们出的价格是四千五 加上四百那个伙食补贴 相当于是四千九 我说了 如果你做得好 我还会给予十档的那个奖励 也就是说他 期望的收入是每个月五千块钱 在我们这种小地方已经很高很高了 所以要找这样的人 今后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这次呢 我是临时订的机票 我就在网上订的啊 现在机票呢 终于在那个欧洲中国之间的机票 终于那价格降下来了 我临时订的就前两三天订的吧 单程票 我花了人民币 就是大概是三千二百块钱左右单程 也就来回就是六千多左右啊 如果是来回 同时订可能稍微还要便宜一点 所以我觉得现在回国五六千块人民币 来回是应该是可以呃 现实的吧 三千多块钱就相当于美元不到五百美元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也是相当的实惠了 当然是直飞的更贵 如果比如说我是从广州起飞 如果直飞到法兰克福 到大概是要七八百美元吧 而我花的是应该不到五百美元 要中途转一次 这次呢我是做埃及航空公司的 要到埃及的首都开罗去转一次机 然后再飞往德国 转机中间时间大概是三个多小时吧 我觉得还可以呃能够省一千多块钱 所以我就想就省吧 而且虽然是埃及航空公司 但是他被允许飞往中国 被允许飞往欧洲 那说明肯定他的那个安全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假如真的是出了什么事故 那是没办法啊 就是概率事件对吧 这所谓的空难总是有一定的概率事件 所以我就无所谓了啊 今天就是在我离开中国之前呢 我还跟我姐夫一起 开着他的越野车 带着我母亲去医院去看了一下 因为我我姐夫的车比较大 所以比较好一些 否则我就跟我大哥一起去的 不用不用那个麻烦我我姐夫了 不过我姐夫人是非常非常好的 和我大姐一样非常好 去看医生主要目的呢 是做一个脑炉的头颅的那个CT 看看他的大脑现在的血管怎么样了 嗯我觉得啊 说说吧 就是我觉得国内这种小地方的医生 还是非常好的 嗯没有像有些人在网上所说的那样啊 反正他们的服务态度也挺好 然后更有意思的是呢 这个人还认识我这个医生 因为我去去德国之前 我在国内工作过 所以当地的人呢 一般都会认识我 可以说我在当地也算一个名人了 当时因为人家说 那个医生今天还夸了我 我都不好意思了 我就不好说了 反正是夸了我 然后他说 我也认识你啊 怎么怎么样 当时啊 你在本地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都认识你 你看过了三十年 他还记得我 所以呢 我今天带我母亲去的时候 我觉得并不是因为他认识我 然后对我态度特别好 我因为我接触过的我们本地的医生 接触过人家不认识我的 他们也是 我认为还是非常客气的 我们也不用给什么红包 这样不像网上说的那样啊 这是我本人的经历 其他我不知道啊 他主要是我们做一个 给我母亲做一个那个残疾鉴定 因为我母亲属于握病在床的人 属于瘫痪的人 所以呢 我们知道呢 国家有这个政策 就是对残疾人的那个补助 所以我们想弄一个 这是政府给的所谓的福利吧 不是抢我们村的某个人的名额 所以我觉得从道德上 我没有问题 是如果是得到了那个政府的补助 就是我们作为普通的国民的一种 怎么说呢 政府对我们的一种辅助措施吧 所以我们去弄 今天那个医生 他因为他看到我母亲的病例啊 我们在我们当地的中医院 县医院 还有康复医院都住过院 然后呢 我们还去桂林的叫医学院的 副数医院去住过院 所以里面病例都有 然后呢 我们推着母亲去的 他坐在轮椅上 还带着我们的那个护理 就是全职护理我母亲的人一起去 所以他看见了就给了一个那个残疾 应该是最高级吧 因为我病在床了 生活失去自理能力了 那肯定是最高级了 具体倒是有多少补助 我不知道 因为还是在最初的阶段 刚刚拿到这残疾鉴定 然后呢 这个表我们已经盖账了 盖了账之后呢 要去残联 去再批一次 应该这样就可以了吧 不管能够得到多少的补助 其实我们不期望那个 毕竟呢 大头的支出还是我们请 比如说这个护理人员 他的那个支出一个月四五千块钱 其实对农村人来说也不少了 就这样 但是我觉得 既然政府呢 有一些补助 那我们就接受政府的这种补助吧 还有 今天我发现啊 就是我们中国的这种医院 其实啊 很多方面其实挺进步的 比如说今天我发现一个 我在德国 应该可能没有发现的现象吧 比如啊 就是我们今天做了这个头颅的 这CT对不对 扫描 我看了它是那个荷兰菲利普 它的设备 然后呢 扫描之后 我问了那个服务人员啊 他说 我说多久可以拿到啊 那个结果 我原来以为可能要下午或是明天的 他说一个小时之后 大概就可以了 然后呢 不到一个小时 我侄女 因为我侄女是帮我 在用她的手机挂号 帮我母亲挂号啊 然后呢 他用她的手机挂号 然后大概不到一个小时 他结果已经发到他手机去了 他说结果出来了 那我说反正我在县城 那我去拿一下纸质的结果吧 然后呢 我就跑到县城去 到县医院 然后呢 那个地方 可以自助打印的那个 纸质的那个叫什么 CT扫描结果 它不仅是有纸质的 还有那个 那种扫描不是相当于 S光什么之类 反正CT算S光吗 因为我不是医学人 所以我不知道 反正它有放射性质的啊 然后呢 有个胶片的那种影片 那个影片 要比A4 相当于两个A4那么大 那个机器呢 可以自动把它那个打印出来 不是打印 反正就生产出来 刚才我就这样放进去 这样听话 那个调形嘛 我一放到那个扫描那个地方 那个机器那里 然后呢 它马上就显示出来 我们正在打印请你等待 你还没起来吧 还没起来 嗯 好 差不多去了 我听到箱子 是这个了 这个胶片 也是一张纸质的了 然后大概过了一分钟之后吧 就是那个胶片就出来了 然后呢 还有一张A4的打印的结果 拿着这个结果之后呢 我就直接到医生那里 我是听了那个北京301解放军医院的那个医生啊 他建议我像我母亲这种情况 如果做了投入CT呢 他的血管没有暴力的危险 那么就可以增加阿斯匹林 可以增加每天一片 这样可以说降低他那个再次再次中风的危险吧 所以我就听从他的意见 我就跟那位医生说 我说你能不能给我开阿斯匹林 他说可以 其实我叫他能不能多开剂量 他说不行啊 国家有规定 像这样的话 每次呢 最多只能开一个月的药 那我就说那没办法了 既然呢 国家有规定也不能违反 对不对 然后他就帮我开了 这个药其实非常便宜啊 如果自费的话是15块钱 30天的剂量啊 15块钱 是不是很便宜 相当于欧元 2欧元 所以对我来说很便宜 嗯 说说慢性病卡吧 也是中国这个医疗对国民的一种照顾 我觉得 比如说我母亲当时啊 没有办没有办慢性病卡的时候 他的每个月那个药费是 450块钱到460块钱左右吧 因为他要吃三种药 450460块钱左右 后来呢 办了慢性病卡 一个月现在是158块钱 也就是说大概相当于原来的三分之一多一点 节约的费用是三分之二 所以我觉得对如果是普通农民的家庭 这是一笔非常大的那个可以说是解放了吧 就是他相当于减轻了负担 所以呢这种慢性病啊这种辅助辅助措施我觉得是挺好的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就中国的医疗这方面啊 还真的不错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 像我们农村户口的人 我们广西每年就是每个人的医疗保险是350块人民币 每一年啊 而像这样的话 像这种慢性病呢 都有这种补助或是减免措施 所以最后就是给这个农村病人 可能他的那个这种财政的负担就没有那么大了 这是另外一个方面 一个是医生的服务态度真的不错 另外一个呢像这种辅助措施 还有一个就是医院的这种结果啊非常的快 而且你可以自助把它打印出来 一个小时之内啊在德国根本不可想象 像在德国如果你预约一个像这种扫描头颅的 可能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做过 我猜啊因为在德国什么都要预约 预约可能在德国要快的要一两个星期 慢的一两个月甚至半年吧 而且你做了之后绝对不可能当天一个小时就有结果 可能要一个礼拜 这是我在德国的那个经验啊 所以对中国这种速度我真是非常非常的佩服 我不是一定要帮哪个政府说好话 因为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啊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残疾人这种辅助的措施 目前呢我们得到的那种残疾的级别 刚才说的是最高级 具体有多少补助我不知道 也许是几十块钱也许呢几百块钱不知道啊 倒是如果有进一步的情况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了这就是我跟大家说说的 大概就这样吧 昨天呢我还去了阳朔 因为呢我马上要返回德国了 正好呢我带了一些欧元回来 我想反正今后的欧元我不知道它的情况怎么样啊 所以我就把这欧元换成人民币 欧元是属于外币啊 而我们工程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县 全县人口只有25万 没有可以兑换外币的银行 所以呢我只能亲自呢跑到阳朔去去中国找中国银行 把它兑换好 昨天一欧元因为我是拿现钞的啊 兑换的是一欧元换7.3 7.33还是7点多 反正一欧元可以换7块多人民币 如果是网上汇款 然后结汇的话是7块5毛多 也就是大概一欧元多2毛人民币 如果是这样换的话 也就是说如果是你用结汇的方式更合算一点 但是呢没有办法 我带的是现金 换了之后呢我就想留笔钱 给在家里面因为要付那个全职护理的 每个月的工资是5000块钱左右啊 对不对 好在呢我们家的我两个哥还有我姐呢都 都说不能让我一个人出钱 他们都要出一部分 好我们家庭内部就那个达成这样协议 可以啊 既然你们想分担 那你们三儿就是付小头 我一个人呢 那个来负责大头吧 这开支 大概就这样子 所以安顿 相当于安顿好我母亲之后呢 我就可以放心的离开家乡 回到德国了 就是说今天呢 去看了医生 然后呢帮我妈拿了药 做了投入CT 然后把钱也换好了 这全部安顿好了 然后我变成了全能型的人才在家 那个我母亲一直看那个平板电视 前几天突然呢 坏了 突然坏了之后 不知道是哪里坏 反正我又不是技术人员 所以呢 我们就打了电话给 应该是中国电信的吧 因为我们家的是中国电信的那个网络电视啊 就打了电话给他 今天我才打的 因为今天我就要走了 我就告诉他 我说 我们家的电视出了问题 能不能来看看 然后他马上答应了 他说可以 他说正好我今天虽然比较忙 但是我在旁边 在附近 我就到你家去看看吧 他就来了 我当时在午休 他来的时候 因为他原来来过一次 我们家他也记得 他来过之后呢 他直接到我母亲的房间 把他弄好了 当时呢 我不在家啊 他告诉我 后来我在微信跟他联系 微信啊 最近我觉得挺好 像中国 像这种技术人员之间联系 也可以用微信 然后他告诉我 他说帮你换了一个电源 那个电源 应该是坏了 给雷劈还是什么 反正坏了啊 因为现在是春夏之交嘛 雷雨的时候 有的时候可能 有这种打雷 可能那个电压 可能会瞬间 可能会特别的 那个强烈 所以这种电器 有的地方呢 可能会坏 他说就这个原因 所以帮我换了 他没收我的钱啊 他就换好 他就偷偷走了 然后我跟他联系 我说我一时在家等你 你大概什么时候来 他说我已经处理完了 然后他就走了 他就告诉我 什么什么东西坏了 也没收我的钱啊 后来我就到下面去看 确实啊 他换了一个电源 像这样 在德国也是不可想象啊 一个是速度 速度 速度 对吧 他马上来处理了 另外一个呢 换了零件 这种虽然是小的东西啊 他也没有问我要钱 然后就先把那钱电了 电上了 如果是人品不好的 那是不是他的钱 放了电了之后 他就要不回来了呢 而且像这样的 他是不收费的啊 就是所有这种客服的费用 就包括在每个月 比如说我不知道多少钱 可能几十块钱吧 我们那个网络电视 我不知道 具体不知道 反正不收钱 然后我刚才肯定 我不可能占人家便宜 人家帮你电了钱上去啊 所以我就在微信呢 发了一个红包给他 我知道大概电源是多少钱 可能十多块钱嘛那种东西 我就发了多一些 给他一些辛苦费吧 对吧 相当于发一个红包给他 目前他还没有领 像这第二件小时啊 我觉得像中国这种客服啊 真的 我觉得我反正比较佩服 一个是呢 他所有东西 现在都可以在微信上面 跟客服联系 然后在我们这种小地方 你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 他一般来说啊 他会抽时间 会很快来处理问题 像这种 我又说一下 像德国这种 绝对他要另外收费 另外呢 绝对不可能当天 你打电话之后半个小时 他会来 绝对不可能 也许呢 要像这种电视方面的 可能要期贴 或者是呢 两个两个礼拜 然后呢 收费 也可能 比如说 那个叫什么费 车马费 就是说 我从公司到你家 这个路程 我要收多少钱 然后呢 还按小时再收费 所以最后加起来 也许呢 来一次你家 可能要一百多欧元 两百欧元 而且可能什么问题 都没有解决 在德国很多 比如说 那个你的卫生间 你的厕所不通了 或者你的门 那个锁啊 怎么怎么样了 你要打电话 叫人家来处理 像这种呢 收费是非常高的 一般都会拖一层皮 一般都会 可能两百欧元左右 也就人民币一千多 就这样 所以在很多方面啊 就是我只能说 在中国 我们真的可以享受 很多比较好的服务 像医疗服务 虽然呢 我们这里的医疗技术 没有北京上海的那么高 但是相对来说 我觉得 对于我们这里的居民 也算不错了 整个中国能够覆盖 医疗这么覆盖 我觉得也真的很不错了 所以呢 我嘛 知足常乐 只能这样了 不能要求太多 对吧 有的人不想花钱 然后呢 还一堆的要求 而我们 我觉得作为现在的新农河 每个农民花一年 一年啊 350块钱 然后呢 这350块钱呢 还有 那个政府 还有那个钱 打到你的那个叫什么 呃 医疗卡上面 医疗卡上面 应该一年也有三四百块钱吧 相当于你是免费的啊 这三四百块钱 我上次我就刷了四百多块钱 我不用付一分钱 所以我 我是帮我母亲的啊 就是以她的名义 本来就是她的名义 交了350块钱 反而呢 我刷了四百多块钱 具体我不知道是怎么 反正 显示 药费什么 检查费四百二十七 我后来一分钱都没有出 这是 享受到的一种好处 所以 哎呀怎么说呢 有的人说 350块钱啊 农民 这个医保怎么怎么样不好 但是你 你也知道 一年你只交这么一点钱 你还想什么都 这样免费 那样免费 医疗免费 有人说 国外医疗免费怎么怎么样 反正我自己在国外交的医保 我知道什么叫所谓的免费 免费呢 国外只是 比如说 如果你跟着你老公一起啊 全家参保 你不工作 你和你的小孩 像在德国 可以跟着你的老公一起 免费参加保险 但是你老公要出钱的啊 其实也不能算百分之百免费 如果你们俩都工作 像在德国 那你们俩每个人都 得分别买医疗保险 免费在哪里呢 所以说就是德国医疗免费的人 他对德国根本就不知道 或者呢 这个人就在德国从来没有工作过 天天在家吃他老公的 或吃他老婆的 然后他就以为可以免费参保了 其实呢 这并不完全正确 就是说 其实像这种人呢 在德国 没有给德国做出经济上的贡献 就是吃 那个 可以说吃德国福利的人 他才以为德国都是免费的 其实呢 都是我们这种人 在交税 养着他们 不算免费 就是吃我们 纳税人的血汗 血汗钱的这类人 他们就是对德国不了解 然后呢 才吹啊 就是德国这么免费 那么免费 其实呢不是 比如说我自己的 实实在在 我有一起说了 给大家看了 我交的那个医疗保险 每个月不是说 折合人民币是7000人民币吗 人有的人说 那说明你的收入高啊 但是在德国你要知道啊 就是医保是按比例的 而我是自雇人员 所以我是全部自己掏 如果你是职员 老板大概可以帮你出 差不多一半 不到一半啊 而你自己呢 出一半多一点点 所以像做职员 可能这个医疗保险 还不是特别贵 但是如果你折合人民币 就非常非常贵了 而我呢 属于自雇人员 什么都要自己付 所以最后呢 对我来说 一个月7000多人民币的医疗保险 你说这是哪门子的免费呢 免费医疗呢 完全不免费 对不对 所以呢 有了对比之后呢 我就是对德国的 对中国的这种医保 还有各方面 我就觉得在中国也不是那么不堪呢 比如说刚才说的客服啊 这个电信的移动的 他们的这种客服 你打电话半小时之内就来你家了 而且不收费 在德国哪有这样的好事 对不对 这是国企的好处吧 我认为 好了 今天呢 就这么跟大家就是东扯一点 西扯一点 我自己在我老家经历过的 在我们中国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给大家说一说 这是我真的我亲身经历的啊 我从来不说我不知道的东西 好吧 那就这样了 谢谢大家 可能我做节目的话 下期就是在德国了啊 在德国之后看看 我也特别想知道德国 现在我走了差不多四个月 他的变化怎么样了 大家看看 就这是我的家乡 在我父亲的这个墓地附近 我给大家拍一拍 很多的绿色对不对 风景也一极棒 其实啊 我特别想在这里弄一个那种活动房屋 就是十来万人民币 搁在这里 然后呢 每天看见就是这样的自然的山水 我真的想 但是我跟亲戚朋友交谈 他们谁都不 不赞同我这个想法 他们说你一个人在野外安全吗 像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弄一个平台 然后呢 就看得见后面这个山山水水 其实我还想在这里啊 不仅弄个平台 还弄个泳池 比如说这是我们自己的果园啊 我小的时候来开垢过的 这个地方弄个平台 比如说四五米高 然后呢把那个活动的房屋相当于太空舱民俗吧 放上去 再弄一个泳池 然后在游泳的时候 看得见这样的山水 大家觉得我这个想法好不好 大概可能要花十万到十二万左右吧 弄好这一切东西 这里有电的啊 即使那里有电可以接过来 即使没有 现在弄个太阳能的也可以啊 对吧 然后这里可以请人挖一口井啊 转下去 可能十来米左右就可以有水了 有水有电 然后呢 可以弄一个化粪池 什么都解决了 因为活动房屋不是建筑物 只是什么物 不是建筑物 所以政府应该不会管 那么我就可以在这里过隐居生活的今后 大家同不同意我的这个想法呢 请大家留言啊 好了 那我就去我父亲墓地那里 我的那个电瓶车停在那里 然后我就回家了等一下 那我们下期就在德国见了啊 我先飞那个埃及的首都开罗 然后就回到德国 OK 那就这样了 拜拜 拜拜